对于一个创业团队 往往开不了太高的薪水 也给不了太多的机会 一千个人有一万个想法 那么创业者如何留住人心 又让他们齐心协力勇往直前呢 这永远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创业是一次不知终点的征程 如果创业是一场九死一生的冒险 谁愿意同舟共济肝胆相照 与你一路前行不离不弃 我相信 我愿意 由爱问传媒出品的 爱问顶级头子人之创客法则 全新登场 敬请期待 有人说所谓管理就是沟通 沟通再沟通 对于创业团队而言 在创业的全过程中 管理最核心的任务 仍然是相互沟通 创业团队中老板与员工之间 既是需要同舟共济的合作伙伴 同时又是决策与执行的 上下级体系关系 一个和谐管理模式是否有章可循呢 带着这样一个问题 我走访了从事巨头公司管理者的 顶级投资人李开复先生 有一句很简单的话 就是作为一个很棒的人 你怎么想被管理 你就怎么去管理别人 这个是其实摸索出的一件事情 那么很棒的人 他就是希望老板懂他棒在哪里 老板感谢他 给他授权 给他让他做重要的决策 信任他 尊敬他 然后给他更多的权限 让他能够给公司更多的贡献 所以作为一个老板 他要每天去想 我公司最棒的人是谁 然后刚才那几个问题 他棒在什么地方 然后不但地用金钱跟股权去奖励他 还要真心地去了解 并且感谢他做的事情 我发现很有意思的 在很多招聘网站上 对于创业公司 哪个职位招得最多呢 叫CEO 也叫首席运营官 所以很多创业者 其实非常的痛苦 到底该怎么运营一个 混乱的初创团队 那您这边有没有一些 成功的运营的经验 可以让您看到的 众多的中国创业者来分享 其实要做一个公司的领导 CEO也好 CEO也好 都是要顶尖的人才 那一个顶尖的人才 他为什么要被你招进来 做你的大管家 让你做你的大老板 他为什么不去创业 所以这种 当然有些人是很适合的 当然有很多人是适合做一个 No.2的职位 像Facebook的Sheryl 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毕竟这样的人不多 顶尖的人还是想做老大 那你定一个CEO 就是说我不想做的全人给你做 然后你是一个顶尖的人 但是还是愿意来做公司的老二 这个我觉得期望值 不是很容易能达到的 所以我觉得 你既然是创了这个公司 你既然要做CEO CEO的E就是Executive Chief Executive Office Executive就是执行 你要做一个不执行的CEO 那你就不是CEO了 那你退下来做董事长兼CTO好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你要是真的想创业 有主人文感 那你就要去学着去管理这个公司 决策来你来做 不要老想着大管家 那这个大管家当然是 我觉得是可遇不可求的 如果公司真的有一个这个经验很足 然后年纪也比较大 然后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人 那当然有这样的搭配 我觉得我不反对 但是我觉得就认为说 我要做CEO 但是我不要一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幻想 这个是不可取的 创业就像一个小帝国 维持它的稳定 很多时候 它的组织结构和运营管理模式 也很重要 您之前在苹果 谷歌这种大型的公司 他们很多是层级式的这种组织结构 但是到初期中国这样的一些创业团队 您依旧建议它是这种层级呢 还是平台 这个平级呢 千万不要层级 层级是一个公司 逼不得已了才要做的 每一个层级的这个堆建和堆积 都会带来一些压力和效率的损失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十个人 他们一块在工作是非常平等的 他们可能会 而且都每一个人的工作 都和未来的目标 是很看得很清晰 有捆绑的 那每一个人都是很愿意帮别人做工作 然后都把自己当做这个团队的一份子 这才是初创团队应有的精神 那么你一旦把这个团队变成了十个十个人的团队 上面还有一层 然后再上面还有一层 那每一次他们要交流都有一个沟通的成本 然后会有一定的官僚 甚至政治斗争等等的发生 然后会有效率低迷的问题的发生 所以一个团队在初创够小的时候 还是越少成越好 决策越清晰越好 大的决定都是老大来做 其他的可能其他的几个co-founder 非常分得清楚谁做什么决策 然后就这样团队也才有动力 他们也才能学习 很多优秀的人 他们参加一个早期的串业团队 其实是为了学习 我常常跟一些年轻人说 你们如果还没有准备好创业的话 不如加入一个创业公司 如果十到比如说五十个人的公司 虽然感觉会混乱一点 但是公司很多事情 客服今天没来你赶快做一下 那个这个采购你帮忙一下 这产品这边你帮解决一下问题 就是虽然你的工作 可能是非常不是非常混乱的 但是你会经过尝试很多东西 学到很多 然后下面你要创业 你就真的准备好了 因为什么东西你都碰过 所以我觉得在初期的话 是一种能够享受的混乱感 但是最终还是人人愿意 跳进去做事情的精神 这种精神我觉得是一个早期公司 让人很振奋的一种事情 每一位管理者都是从管理菜鸟起步的 管理的每一项经验 都来自于某一段痛苦的经历 无论对于创业团队还是成熟团队来说 选好人用好人永远都是企业成败的关键 但是有才能的员工往往也有着特殊的管理问题 如果一家公司只是招募和提拔那些 与人友好相处容易管理的员工 那么这家公司在创新性上也往往不会有多大作为 可是情绪化古怪反无常傲慢 当公司真的需要管理这样的员工时 作为创业者该怎么办呢 面对着激烈的市场竞争 又该如何通过激励措施流入人才 管理这门大课对于创业者来说 是否有速成的方法呢 对此我把问题提给了既是顶级投资人 同时也是公司管理者的围图秀秀董事长 蔡文胜先生 那你是如何处理比如说元老级员工 刺头级员工和平庸的员工 这个公司大部分会有四种人组成 那一种是聪明难得又难得的 那么这类人几在公司几占百分之一左右 那这类人一般都是老板 那你这样是吗 OK 因为他就是聪明难得难得 他就难得他才会想出很多管理的方法 那么另外一种人是聪明又勤奋的 大概会在公司里面占百分之二十 这种人大部分就是工程师 产品经理组成的公司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那么第三种人是 疑传又难得的 这种大概会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这种公司的大部分的平庸的员工 他做一些固定的一些工作 那最后一种人是疑传又勤奋的 大概会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这类人其实是公司里面最可怕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类人他很勤奋 但是他想的一些方法各个方面真的就是疑传的 他对公司迫害率最大 就像刚才他说的这类人 这类人一定你千万要把它开除 所以对于蠢和勤奋的要开除 对于大部分蠢和平庸的保留 因为这些公司的一个组成 如何激励创业团队 创业团队里面大部分 他可以去很多大的公司高就 他可以得到更好的平台上的机会 如果要选择你的创业团队 你必须要找到非常合适的激励办法 对 那当然我觉得股权是最重要的 究竟在股权分配里面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那这个启杰亦其实创业团的一个心态 比如美图来讲 我们的一个目标是做到百万百的人 百万及百的人都有股权 百分之百的人 是只要是公司的全职员工都有股权 是 但最开始我是提出这个口号 那么后面其实我修改了一下 给百万八十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给百万百的话 好像所有人他自己不干活 他也能拿到股权 所以我认为是不合适的 所以后来我们是做到百万八十 那这百分之八十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现在是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他已经在公司工作两年以上会拿到 第二是他在这个你工作两年以上 那如果就能拿到 那但是拿到一个是基本的 另外一种是他有做出一些特殊的一些贡献 那会额外的增加 还有什么其他激励全队的办法 我觉得对互联网公司来讲 股权激励是最好的方法 创业团队的薪酬制度 你有没有一些心得体会 你问的问题今天是有太多的答案 那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只是谈我的角度 我认为高薪 对于初创企业来讲 高薪是不合适的 一般实行高薪的企业 最终我觉得他都不会成功 那以什么样来标准呢 但是到公司到达某个阶段 也必须要高薪啦 比如美图来讲 美图在没有拿到投资以前 我们公司所有的员工 没有一个超过两万块的 那么他要进来 我觉得他就要认同美图的文化 但现在我们也很快 会有上百万年薪的营业进来 所以我觉得区别在哪里 当你公司开始赚钱的时候 你可以适当地用高薪去招引民财 但是在公司没有赚钱 哪怕你拿龙到领德权 我认为是应该比较低薪的 那你有会不会有担心 一部分员工拿到股权之后 或者拿到很好的高薪经历之后 他会丧失动力 会 那怎么办 OK 另外的东西他都有好坏 所以我们觉得他这两年的表现 他能拿到他这个 哪怕他离开了 这就是他应得的 那么因为一个公司的发展 比如你各的两年 你一定有更好的一个基地方法 那他如果做得更好 他能达到更好的股权基地 但如果他做不好 其实他就几人也停留在这个阶段 所以你也觉得有一种心态 有些人是可以陪这个企业走一成的 有些人是可以陪这个企业走好几成的 你这个总结非常好 所以说因为在一个公司里面 你买办法去保证 所有的员工他能够经到底 甚至有的经到底 对你可能是个负担 为什么 因为有的人出席员工 他一开始对这个企业一定有贡献的 但是到了某个阶段 他因为积极地 积极地学习能力各个方面他跟不上 你也要想办法怎么样去处理好他的关系 大学时代成为清华首富 出国留学后 全球芯片业巨头英特尔公司工作 参与设计了第一款笔记本电脑芯片奔腾 再之后创业成立了Netscreen网评公司 不久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特 成为亿万富翁 2005年回国创立北极光风险投资 他就是邓峰 一个有着成功创业精力的顶级投资人 然而在谈及如何管理创业团队 这个话题之时 邓峰也坦言 曾多次面临可能就不行了的巨大挑战 我坦率说就是我自己管理出场团队 也碰到很多挑战的 包括今天管理基金也碰到很多挑战 这个没有一个说绝对的一个 一个法则对吧 我觉得就是可能最终你会发现 就是说走到最后能走到一起的 还是大家里面比较相同的人 就不仅仅是说可能靠说 当然有共同的商业利益在里头 这是一个很关键 另外还有一些价值观层面 要一点要表录 就做这事 我做这事到底为什么 然后才能公司的发展 现在虽然很快 但是我们中间经历了三起三落 三次公司可能就不行了 就是说那种顺序万变的情况下 经常公司可能明天 就是每一次都快不行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有在每次不行的时候 你就我就要花很多的时间 就是说做思想工作 做团队的思想工作 你都跟他说什么呢 在最困难的时候 其实有几点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这些人 就是用青春换明天 第一代移民 大家都是第一代移民 是吧 就是你卖了一个点 就是说我们用青春换明天 你没法靠别的 你不能靠 你没有父亲 做特别好的父亲在美国 特地又帮你打一片江山 然后你去在他树林下承担 没有对吧 你也没有特多的其他的资源 我们只有用我们的这个努力和聪明 好在我觉得中国人 这个聪明不成问题 我们有天天 只有说七成二次要对方便干 没别的 大家都一样 我们只有绑来一起这么干出来 如果不绑来一起不好好干 可能都不行 谁都不行 所以说这个这是一条 第二条就是说呢 你要创造一个环境 这环境他觉得有挑战 对吧 然后能够又能学到东西 那这个未来的收入 如果大家都做好了 收入和股票的回报也不错 虽然今天很苦 是吧 然后呢 这一局呢 我们在一起做这事呢 还对社会有价值 等等我们另外一件 来来来 因为在硅谷你要纯靠 说这个股票和公司 我们比不过那些大公司 你也比不过那些互联网的 那个软件那些大大公司 你怎么留住人才 就卖梦想 我觉得卖梦想是一方面 但是价值观的认同 可能还是很关键的一方面 那一句话来总结 当时你做创业者 作为创始人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首先一个就是说 对别人你要真的真心是什么 你还是要 要诚诚实诚的 open的告诉别人 我觉得就是我是什么人 我就告诉你 我可能犯错 像比如说我们公司 两次被出售了 第一次是想卖自己 没卖成公司 才创立一年零九个月 有一个人一家公司 4亿五千万美元买我们 每个人都很高兴 才成为一年多 4亿五千万美金 最后没卖出去 人家签字那些不买 我们买别的 大家都说我们犯错 没想到过了三个月 又来一家公司说 你公司不错 想买你什么价格 9亿美金 那我们想 那这事就别跟团队说了 就先把你签字的时候 再跟他们说 人家也签了字 结果呢 结果拿赛崩 他一上市公司拿赛崩盘 员工说 对一人犯一次错误并不难 难得是犯两次同样的错误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所以你的团队觉得 邓峰犯错了 那肯定是 我就是犯错了 这确实是 当然也不是说 就说这错误 有的是我印记不好 我看不 我谁知道拿赛什么时候崩盘 对吧 你看不好 但有的时候就是 你也不了解 就击估了这些难度 或者说太乐观 或者怎么样 回到就是一个价值观的认同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 可能大家 你得真的是 心对心地跟你的员工交流 你是怎么样 包括我犯什么错 我怎么讲的 心对心地跟员工交流 同时你还有 一些内部的marking要做 就是你要关注 你比如说 我觉得我当时比较注意的几个事 新的员工来 他没知道我的名字 我要先做好听说 我要知道他们的名字 先叫出他的名字来 电梯里碰到一个新员工 我先叫他名字 他会问我是谁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可能一月之后 跟新的员工才做话 你觉得刚进来 你跟原来的公司 看到什么地方好 今天不好 有没有让你觉得 跟你来之前 想到不一样的地方 等等对吧 然后包括做一些 我们停了一个案子 我就要放 向全公司发一个电邮 说这个案子我们赢了 功劳是谁谁做的 包括有些教授 有些工程师做 包括我讲一年一个口号 这口号要将全公司 从前台到公司 对所有人都能理解 一句话 把这个凝聚成一句话 挺难的 比如今年可能是一个 我要在教授上超过那家公司 很明确的 这不是说一个人 你每个人干涉 全公司的目标 是吧 明年我要在产品上 出于什么产品 是吧 要全世界第一的一个东西 后年我要上市 怎么样 就是说能够大家很清晰的知道 说都能说这就行不行 我们做到没做到 逃避要不要走多 今年我把轻车放在哪 放在哪 做什么 应该说就是对 就是你要能够 不是说给的时候 每个人的KPI都很细的 然后对我说也搞不懂 什么回事 然后全公司能够用一个口号 能够把大家都动员起来 这个东西 反正我们想了很多的这种东西 其实归根结底 就是说我觉得管理员工 管理公司 其实可能要情商要搞 然后要想一些 就是说我自己觉得是说 管人 管让人的人心给你认同的方法 现在在北极光投资的 众多创业项目中 我相信很多创始人 肯定也都找 这个东风先生 谈过心 他们在管理过程中 你发现有没有一些 共同的误区或者问题 然后你是怎么给予他们 其实这些 我说句心里话 我真的很耳蠻耳疼 不但是尊重 我很敬佩他们 因为中国的是有不像 美国的一个工作 中国的市民必须是 样样都行 美国不需要跟政府打交道 中国的市民 还要考虑怎么跟政府打交道 中国市民 美国我可以招一个 CFO就完了 我全交给他 中国是有必须的势力工程 看得很清楚 包括财务 包括销售 特别在小的时候 你必须得知道这个 你想说我今天做过 甩手掌柜 没那么做不好 对他们不得不面临的 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 他们的学习能力 可能比我更强 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要说他们的误区 或什么 我真的不敢说 我觉得他们其实 一个都比一个挺能耐的 对吧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 你要说 其实不能叫务事 因为他面临的挑战 我觉得他们的挑战很大 这些我自己觉得就是说 要自己的风格吧 换句话说 其实每一个CEO做好CEO 都是自己的风格 不要就是说看到别人成功了 我就是叫那个学就已经行的 创业法则知如何管理创业团队 顶级投资人李开复 邓峰 蔡文胜给你这样一些建议 一 愚蠢又勤奋的员工 对公司破坏力最大 二 对初创企业来说 股权是最好的几率方式 三 初创团队的创业者 要亲自做出公司决策并执行 四 管理层级不一过多 五 与其说如何管理团队 不如说创业者如何管理自己 您作为投资人最大的焦虑是什么 创业公司走上一个明显会失败的路 但是又不得不让它失败之后才能学习 投资对您而言是最快乐的事情吗 不是 看到创业者的成长 和他们的梦想能够实现 哪怕不是我们投的这一轮 哪怕我们是帮助了他 但是他下面拿了别人的钱 再成功了 我都会很快乐 那到目前为止 最让你后悔的一个投资项目是什么 每一个项目都不会后悔 因为都是他们学习 我们学习的过程 而且我们非常希望 投了一个公司以后 哪怕他没有做成 下一次他还会再创业 然后创业的时候还会找我们 在创业者身上 你最不欣赏的缺点是什么 最不欣赏的缺点是不诚信 就是比如说 拿了别家的投资条款 但是不真实地说 或者是去卖给了一个什么公司 然后私下拿了一些好处 但是并没有公平地对待你的投资人 或者是非常严重地夸大了 你的公司的规模 或者成绩或者投资 这一类的不诚信 是我最不喜欢的 那么好 嗯 是 我闲到 是 我闹去 你 嗅 我闹去 感谢观看